北港武德宮前 靜香鎮頭大亂鬥 當時開警車 衝進廟前廣場 要大家別打的人 並不是原警 還當著警方的面前 直接走下警車 但是警車為何會莫名 被非警方人員開走 當天警分局長 似乎還在狀況外 于林縣長張立善 就搶現在臉書PO文 表示都還在調查當中 會找出偷開巡邏車的人 而警方的疏失也會就責 本局長強調 原警有義務要保護好警用裝備 而原警當時疑似是趕著下車 所以沒有拔鑰匙 事後也會再進行調查 確認是否有疏失 至於偷開警車的民眾道安表示 自己當時是要隔開打架的兩群人馬 賣公務罪嫌送犯 不過就算本意是想要阻止 打群架的狀況 但很明顯已經觸法 也讓自己得面臨法律制裁